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越南對上勃勃忍的一個比賽 這場也是天梯對決 比較特別的是這場地圖是競技場 競技場大家都知道樹木很多 越南的話稍微來簡單講解一下 剛剛提到木頭很多這一點 越南的話有它的金罐紫幣技術 伐木工不僅可以產生木材還可以緩慢成產黃金 就是它伐木工也可以產黃金 那我稍微查了一下危機百科的資料 它大約是24個伐木工 就相對一個遺跡的一個速度 這也算是不武小補 如果真的是達到大後期斷金的情況的話 紫幣技術算是一個救命稻草 還算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一開始它就可以選擇顯示敵人的位置 所以像是打阿拉伯啊 或是其他一些怪怪圖 什麼油木都可以馬上知道敵人的位置 還算不錯 那經濟升級的話不許花費木材 所以也是相當一個省 省蠻多木頭的 再來就是它的射箭場單位生命值加20% 這個的話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能力 大家可能覺得說 越南人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 等一下這個是不是顯示Bug 這個越南人怎麼會怪的 顯示Bug又來了 正常了OK 小左沒有三級射 好 我要講的是射箭場單位加10% 大家可能覺得戰毛跟奴兵血量可能很少 那這件事情確實奴兵跟戰毛來說血量非常少 即使越南有帝王戰毛 但是血量也沒有非常非常多 那其實這個血量 在單挑對決來說 還算是不如小補的 但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重裝 馬弓這件事 重裝馬弓 他可以有點血統跟跑速 他其實是可以打馬弓的 所以在有些場看到越南打馬弓 還算蠻聰明的 尤其是針對一些馬國 那你的馬就會多20%血量 其實算是蠻厲害的 而且一樣有拇指環 所以越南的打法也算沒有很局限 雖然騎士沒有遊俠 然後也沒有大弱馬 然後也沒有三級弓 但取得代之的是 他有超強的戰象 那順便講一下他的毛相夫 毛相夫的話 血量生命值可以加100 所以他可以變成 這個遊戲裡面 血量最多的毛相夫 而且還有三級馬鎧 所以這個毛相夫 基本上是 科技線全開的 跑速有 品種有 生命值有 防禦也有 大象最重要的就是防禦力 那防禦力他也有 基本上就是 完全體的概念 好來看一下伯伯 伯伯在精英場的話 我覺得發揮來說 不太好發揮 因為他的能力算是 比較萬用 雖然什麼土都能打 但是在精英場就沒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像越南的話紫幣技術 挖木頭就可以產生黃金 就蠻特別的 玩到大後期 斷金的情況下的話 就會比較好發揮 但是伯伯人的話就是 比較尷尬 能力算是比較中規中矩 但是唯一的好處就是 他的馬舊單位在城堡時代-15% 地方時代-20% 這個也算減蠻多的 然後最值得一提是他的 村民移動速度體驗10% 體驗10%就代表你村民在工作效率 就會有所提升 像這個伯木的距離越遠 這個村民移動速度越快 放回去資源速度也就越快 還有農田種田的時候也是 算是一個不錯的經濟加成 但 也沒有算特別突出啦 算是有加成 但不突出 好 那來看一下馬功 那馬功的話是 他是駱駝馬功 打馬功單位會有額外賞款 那也算是不錯唷 然後再來就是標槍騎兵 標槍騎兵之前影片有講過 如果你到城堡時的話 毛兵還沒升級為戰卯 那就不用升級戰卯了 直接出標槍騎兵就可以了 也算是蠻好用的一個單位 雖然有點貴 好 那其他能力就 不解釋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重點吧 好兩邊應該都是要直接直層 競技場啦 打一些奇怪招的話 創作是要20匹上或18匹喔 那這邊兩邊都選擇很 穩扎穩打 都沒有想去插塔搞事 封建快攻什麼 都沒有 都算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那這邊 伯伯是24匹上 欸找了一匹 這就是伯伯的經濟實力嗎 他能 順利的跳成跳上去嗎 還是會跳樓呢 看起來沒問題 好穩喔 還可以點一擊伐木 好偷啊 哇這個伯伯有料 我的天 少人家EP上去 還可以偷點伐木 像這種競技場 像這種競技場這種鬼配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我也覺得 他家不對啊 他這個是不是有點 端春道 為什麼 對面越南 也是比他還快啊 然後還多他一春 欸 怎麼覺得越南這裡有點順啊 應該是伯伯有斷春喔 還是點了什麼奇怪技術 料望技術之類的 好這邊稍微減速一下 看一下伯伯 我有點好奇 他到底有沒有點料望技術 不然為什麼他會少一春 讓我看一下 你看 沒點 啊你沒點 你 嗯 欸 也沒點織布啊 因為競技場是不會點織布跟 嗯 好吧那只能說是他可能單純失誤喔 那就算了 好那競技場生貿時代 重點就是 開TC跟 修道院 然後開始來搶遺跡 搶遺跡這件事情在競技場 寫得特別重要 誰想的遺跡夠多 打到後期就越有力喔 越南競技場的話 確實你要在城堡時代就打出一個 大決戰 似乎是有點困難 哇這個是怎樣 招了一隻戳戳 然後沒招想能力 肉馬直接過來砍死 哇 勃勃虧爛 沒救 那你這邊要再距離到嗎 這個遺跡先頒吧 沒想到他是選擇先招想 哇這邊越南抓到一個 他招想綽綽的一個機會喔 然後往上過去把 對手的僧侶給砍死 哇那這邊砍死僧侶之後 又要 這邊是直接要投門口這個遺跡嗎 好像是 那在競技場這張圖喔 城堡時代如何邊爆馬邊爆戳戳 然後邊爆肉馬跟邊爆僧侶撿銀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你只要有親自打過競技場 高分段的 那個上層初期 躲滿啊 你看哇這個操作這個微操 哇三刀砍死 算爛了 然後這邊再來一個招翔 能不能招到呢 應該是沒辦法 但是有小公過來 可以設置戳戳 哇這邊越南很心機欸 居然還出了小公來設 戳戳喔 方便這邊 肉馬可以更 好發揮一點 打僧侶的部分 但是這邊 對手好像沒有想要增補遺跡的意思 那蛇女不 不照啦 哇這樣好嗎 經常 不撿遺跡的 我看都兇多吉少 好看一下兩邊 兩邊 喔唷 這邊 薄薄都4TC欸 哇5TC 農爆 反觀 越南這邊是3TC而已喔 直接差兩個TC 欸剩下4TC 還有一個TC開在哪 我怎麼沒看到 1 2 3 欸3個TC 喔4個不好意思 馬修 我修習慣了 明明有4個TC在產車裡面 為什麼找不到第4個 OK 那這邊確定是 薄薄5TC 越南4TC一個開的 那薄薄這邊 蹲一順 稍微拉開一點 這樣應該不會拉開太多 這邊三女做防守 看能不能 招到什麼東西 看有困難 哇這邊是怎樣 直接 蓋這個 哨站了 再來控一下視野 這邊投車 看一下怎麼投到東西 喔唷呀 這個老頭刮鬥 天外飛死 喔再一個 哇 又刮鬥 哈哈哈 不得了 這個投石車 已經來了 NVP了 已經賺200斤了 哇 包夾 喔 這個包夾 然後還一個TD版 哇有牆法欸 這個火鍍也是 不是泛泛直輩喔 雖然他一個魚跡都沒幹到 好那越南這邊 已經確定是幹了5個魚跡 來看他的魚跡是不是 5個都拿到了 應該是喔 5、1、基 我的天 高速加黃金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沒有在停的 好那這邊越南五一技應該是穩了 怎麼輸 好那這邊伯伯決定要爆馬 因為他帝龍時代減遠20%的費用 超級省 那越南應該是有讀到這件事情 伯伯通常都會打馬帝龍時代 畢竟所有的馬舟單外都減20%的費用 實在是太香了 唉唷這邊越南是想要轉出 怎樣子喔 這邊疾兵也研發了 二疾兵房也在研發 看起來是要錯啦 哇這邊伯伯一個被針對 然後一技也沒撿到 那這邊發展可能有被限制住喔 這個黃金要是沒能踩到的話 可能快就斷氣了 就要沒呼吸了 不然其他黃金都在越南的手裡喔 這兩塊金一定要手下 這個是伯伯的核心的救命稻草 裡面的黃金挖完之後 打不出去 就sick by了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伯伯要怎麼對一個 越南戳戳海的一個應對喔 好那疾兵已經升級好了 遠頭開始投 哇越南這邊瘋狂在外面插寶 沒辦法這邊伯伯太害怕了 我家裡有兵也不敢出去 是我的話我就會拉一隊出去拆這個哨戰 外面拆光光拆光光拆光光 看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 在這個瑪莉亞之牆內很難生存喔 欸這個寶也沒有要修的意思嗎 這個寶掉的話就要打進來囉 好越南點下了三級田跟三級防禦跟化學 哇這是什麼我都要打 那順帶一提的話 越南是有火炮的喔 所以他這邊出火炮 對手出遠頭反擊的話 那也是蠻好打的 本身越南化學下去就蠻輕鬆的 我這邊招一個村民 可以招女村民欸 這個是有什麼意圖嗎 好這邊伯伯若婆 若公出了一隻 就沒得出了 因為這個城堡掉了 家裡沒有插城堡 看來是沒有打戰鬥軍出若公 應該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出喔 看起來他是蠻窮的 好戳戳的量有點多啊 哇這件浮化是幾次的戳戳 好對手果然出去 開始砍外面的哨戰 好這邊村民圍起來 這樣挖金江安全單 拖著車要過來拖這個村民喔 來拖一下 哎呀 跪下了 再來一發 哎呀又跪了一個難的 繼續幹繼續幹 哎呀兩個一個續情 直接躺地 沒了 直接送光 但問題不大 約到地龍時代這種時間 的村民喔 以及少個一兩隻三四隻 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這一圖要怎麼解啊 我的天好多戳戳啊 你一直還在出奇事 你會不會 到處都是城堡 他應該有看到了 到處都是城堡 哇這邊勃勃人 跑來跑去都被 越南看在眼裡啊 這個視野 幾乎地圖全開啦 這邊要來守這個 遠頭防守 這邊越南很聰明喔 沒有去刻意去追對手 一直守在這個遠頭附近 其實他們一直在挑釁 越南要過去打 他也能過去打 這算是細節 遠頭在前線的時候 就不要亂跑 趕快 走在附近就好 把裡面直接戳戳開戳啊 我的天 直接無視TC 好那越南補下了三級伐木 跟三級田 哇這個經濟很猛 什麼都有 好三級經濟伐木點下去之後 紫幣就可以考慮點一下喔 原來24個伐木 才會有一個紫幣的效果 其實他已經點了 是我沒看到嗎 我們來check一下 他這邊轉出大象耶 然後有紫幣已經點了 那大象的話也很便宜喔 這個只要250肉 250黃金 就可以提升大象的100滴血量 那毛象復來說的話 越南的毛象復血量是最多的 然後可以到420 沒意外的話血量可以到420 平總加上 平貫科技加100 120滴 那原本的300滴再加上120 好420滴的血量 很難搞啊 420滴什麼概念 反三相當你三隻重裝的概念 這邊戰毛 打這個戳戳還是蠻得心的命手的 傷害是有 雖然射速慢了點 傷害是有做到點4 在這邊博爾卻沒有出那個 標槍騎兵有點意外 這邊是選擇升級戰毛兵喔 看他覺得標槍騎兵太貴了 標槍騎兵的肉貴了一些 好像多15塊肉的樣子 便宜 哇這隻戳戳不知道砍了多少人 好這邊 騎兵直接回來回救 硬砍掉這些戳戳 這些戳戳不打不行 哇這邊讓越南又賺到了一波 唉唷大象過來了 金銳瑞毛象復血量4 攻擊力14 加2 那防禦還沒有點完 防禦2級馬凱正在升級 大象走了進來 伯伯仁該怎麼處理 伯伯仁只能用騎士跟戰毛去打 但是戰毛打這個象復完全不破 大象其實是有點counter騎士的 但是騎士的量夠多的話 還是能吃掉大象的 哇那你們看這邊 大象的践踏效果還是蠻猛的 這算践踏效果還是擴散效果 有點搞不太清楚 哇這個 血量也是掉蠻快的 好大象的血量 似乎有點猛 這些 一打的騎士 都有點殘血啦 半殘半殘的感覺 這個践踏效果大象還是蠻猛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象的践踏效果 好像只有他的前方的樣子 他的其他方是沒有践踏效果嗎 正前方的樣子 印象都好 不過沒趕的話應該是這樣 好 來看一下這邊 出了駱駝想要反擊 但這個駱駝還沒有升級嗎 這裡絕對不升駱駝了 要趕快出這個生旅來招大象 這個卻更實際一點 當然比較麻煩的是自己的金 可能快要被控住了 先趕快手下自己的金 不錯不錯 這裡下個寶 但加了這一坨 大象還是很難搞 現在是14加2 待會就是遠方3加4 遠方7的一個能力了 這邊會更難打 現在馬弓可能還可以打點東西 淹室攻擊死 但如果升完之後 一隻馬弓 四人大象只有3滴響 本來是有跟沒有一樣 這邊還是要出駱駝了 或者是戳戳來守比較好 再快擊敏等蛙之後 現在越南主力要來騷擾 這邊的金礦區了 這邊騷擾得非常好 騎兵直接無視騎兵的存在 直遠一直按一直按 哇76片田 狂按大象 無腦硬A 能A的過去嗎 這個聖旅 能不能再招一隻大象來呢 家裡的聖旅只有一隻CD好 兩隻CD好 沒有招 空不來空不來 很忙很忙 哇這個大象又擺給了 哇擺給擺給 趕快走趕快走 給CD好就趕快招響 招響 招響 OK 找一隻 能找到呢 看來有點困難 要倒了嗎 喔倒了 沒找到 哇 420D的血的大象 真的很難處理 現在這邊還打一個陣地扇 把自己的遠頭給包起來 好心機啊 哇這個大象直接輾過TC 下面的村民 哇頂個三下 村民就絕頂升天了 再一下 哎呀這個大象 血量太多了啦 到底怎麼打很呼呼 駱駝出不夠多 凍裝駱駝出來了 但是數量太少了 現在要來砍這些大象 應該是還可以 在這邊要等出大量的駱駝 也是蠻傷的 因為畢竟像 好像這個數量有點多 所以能力是滿的了 14加2 然後3加4的一個能力 那進防還有4 好但蠻勉強的把 中間這一坨大象處理掉了 感覺還可以嗎 還能再狗嗎 大象又拉兩隻去斷擊 中間的部分還在打 哇這個大象太大量了 30隻大量直接淹到中間 哇 完了 駱駝全部被頂光 喔打錯了GG 哇 這個就是 血涼牙智嗎 這個就是毛象呼喊 好猛啊 打精英場的話 越南感覺也是個不錯的文明 不錯不錯 對手的伯伯 騎士沒打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雖然也是有殺了點村民喔 但是 這個村民是伯伯的村民耶 還不是越南的村民 這邊 這邊應該是進不去了 都被鎖住了 哇這個伯伯出騎士很尷尬 完全被counter 一開始被戳戳頂爛 然後被直接壓到提提下 戳戳又不解不行 這個騎士又去硬解戳戳 然後又花了很多黃金在這些戳戳上 然後導致這邊轉兵有點難轉 但伯伯這邊不出戳戳蠻意外的 因為我記得伯伯 他也是可以出到 那個 疾兵 那個不是疾兵啊 那個叫什麼 長槍兵的 雖然能力爛了一點 但攻防是滿的 而且也一樣有跑出什麼 出個戳戳手下也是比較好 但是這個量可能是 是沒有腹地發展的關係嗎 看起來是喔 這邊有點爆資源 4000多目 2000多肉 這些資源全部爆戳戳的話 越南可能會被反戳回去 這個轉兵的時機點 有點難拿捏喔 而且還有看有什麼地方可以讓自己轉兵 空間的掌握也是滿重要的 好來看一下統計的部分 軍事部分 大象碾壓 KDA還不錯 2413 損失1447而已 經濟上還算不錯 黃金樹真的滿多的 看一下這個純明樹 黃金產出 355是3000多的黃金 可以產多少隻大象 哇 120肉 然後70斤嗎 哇這個 這個大象量 哪會可以出這麼多隻喔 好像不意外 好那這邊 帝王時代也是越南的領性喔 算是越南的觀念滿正確的 轉兵出兵跟出大象的時機也算是正確的 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